向中央护栏 后面的车辆见状纷纷减速停车 白色货车最后撞掉右侧护栏上的一灯杆后 侧翻倒在了桥面上 货车司机说 当时因为跟车太近紧急刹车 结果造成了侧翻 事故发生时 幸好司机系了安全带才没有受伤 同车的一名女乘客也只是头部轻微擦伤 交警提醒 在高速路上行驶 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控制车速 一旦碰到紧急情况 切勿猛踩刹车